兔子拔毛最晚几天生子 苏鹏,职业兽医师,犬猫皮肤病,神经内科专科医生 兔子分娩前会出现毛毛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母兔天生的本性 兔子拔他的毛发主要是乳房之位的毛发 这是为了方便小兔子在出生的时候 可以精确地找到乳头的位置进行水需乳汁 并且可以促进兔子乳汁分泌 第二,兔子出现拔毛猪窝 兔子会将拔下的毛发布满整个兔窝 用来给刚刚降生的小兔子进行熬乱 以免小兔子因为外界温度而导致出现其他的疾病 一般来说母兔出现拔毛行为 是出现在零接近分娩前的24小时 这个时候母兔会出现拔毛的绑毛 就提示他们可能在一天之内会出现生产 这个时候主人也不要过度地去寄养到的兔子 要保持一个安静的环境让他们进行生产 主要的就是提供充足的食物和水分 这样避免他们过于的塞造 还有一些兔子分娩前可能不会出现拔毛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辅助兔子 准备一些干草或者是一些可以保暖的衣物 连续来给小兔子进行保暖处理 感谢观看